虽然口罩佩戴的规定放宽了 但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多数民众口罩照样还是戴紧紧 口罩戴了两年多 室内口罩禁令终于在今天解除 指挥中心宣布 除了医院、长照中心等医疗场所 及公车、火车等公共运输 要求强制佩戴口罩 其余场所民众可以自行决定 是否要佩戴口罩 你在室内的话还会戴口罩吗 我还是会戴耶 为什么 因为已经习惯了 而且可以保障自己不会被传染到或确诊 口罩还会戴着 还是觉得说可以脱下口罩呢 会戴着 为什么 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 因为要有小朋友 政策开放第一天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多数民众依旧戴着口罩 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民众 认为每天接触的人群多 戴上口罩还是相对安心 室内 因为工作还是要戴口罩 对 那如果是平常到其他地方的室内的空间的话 还是会先戴一下这样 因为毕竟还不习惯 疫情延烧近三年 戴口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民众短期应该还是拿不下来 加上目前每天仍有破万确诊案例 戴着口罩还是多一层保障 相照起来 在户外或是空气流通的场所 民众比照感脱下口罩 所以那你现在室外还会戴吗 室外基本上不戴 室外的话像现在没有人 我就觉得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 呼吸新鲜的空气 虽然室内已经可以不用佩戴口罩 只为中心人建议 借特殊情境或是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年长或免疫力低下者 还是人潮拥挤地方 还是建议戴着口罩 维护自身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